當然之前也有提說 其實每一次請假 我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會婆婆請假 所以可能 灰姑娘的時間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差不多該走了 我相信大家也很想要 知道姐姐最近過得如何 因為馬上5月份就要到了 母親節要到了 要到什麼地方 母親節我覺得陪伴是最好的禮物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現在 能陪伴 多陪伴 想念的時候一定要說出來 想擁抱也一定要趕快獻上你的擁抱 有愛也一定要說出來 因為時間不等人 所以在母親節我會回來陪我的母親 都回到台灣跟媽媽一起度過家節 非常非常重要 姐姐剛剛參加完北京電影節 是的 而且看得出 姐姐其實在戲劇的表演上面 其實還是非常的有熱情 未來有機會 有新的作品嗎 沒有特別去想過 可是當然這一次 參加電影節的時候 自己的感受也是 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原點 因為畢竟我從演藝圈的起步 就是從電影赤地開始的 那也提醒自己 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 用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方式 為電影圈共襄勝局 工作跟母親的角色 要如何跟你一樣 做到這麼完美的平衡 時間的調配好像也不只是父母親 我覺得是每個人的學習 我自己聽過一句話是 時間的神就是自己 只有你自己能夠做好 自己人生每一個階段的安排 還有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一定要百分百專心 珍惜這樣子 你才會擁有最好 那個當下的自己 所以我每次也都是提醒自己 包括現在帶孩子 我也是百分百陪著他 如果現在出來工作 我就是百分之百 給到三菱重工 當然之前也有提說 其實每一次請假 我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和婆婆請假 所以可能回姑娘的時間 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差不多該走了 對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選擇 做到最好的調配 最重要的是感謝珍惜 還有用很正向積極的心態 去面對你的每一天 那就會很值得